是刚刚跑完的3月1日的谷草野菜 我们有非常多的排位计算票用者 是这一天是找到吃的 有很多是在谷草1650米这两场的赛事上找到吃 分别是第二场1650米 这场赛事我们推介的马胆是跑第二 而推介的马胆是跑二三四 其实第五也有在 这场赛事一套5是命中Q、T和四重彩 这条Q是冷Q差不多500米 三龙彩也是冷三龙彩排8000多 而四重彩排2万多 有不少的用者就有买这场的 拿着胆拖这5匹买三龙彩 5元总成本都是200米 只收4000多 有些人当然买10元 总成本是400元 而收8000多 也有朋友买四重彩 将胆拖第一、第二 买5元 总成本是600元 而收1万多 我就在这里恭喜这班用者 当然也有不少的用者 拿着这一场和另外一场的 谷彩1650米 连买Q过关 运用的也是九高为公胆 去拖这5匹买 结果也是中了九高为公胆 有港有兆 这条差不多180元的Q 那么多人 这一场Q 原本是300多元的 是不是 只不过是平头 就没了一半了 不过无论如何 250米买2.1的用者 在这一场赛事 在这一天 就收8800多元的了 我就在这里恭喜这班用者了 OK 好了 至于我们怎样选择这类码 其实那个方法 不难做 当你有职业牌的计算表 在手的话 你只要跟着我们 教你的步骤 以后这类的码 其实你自己可以 非常容易找出的 OK 好了 那我们就讲一下 1650米是怎样捕捉这些码笔 记住 第一件事 这些路程 这些方法是适合 很多的路程 OK 包括1400、1600、1650米 泥地1650米 都可以这样用的 第一件事 就是去你的职业牌的计算表 那个实力码那里看 这些就是同情的实力码 这些就是他情的实力码 第一步 就一定要看 这场的放头实力码 无论是同情或者他情 为什么 因为一匹的放头实力码是可以决定这一场赛事的结果的 如果这场赛事有放头实力码 而放头实力码的头段是快的话 那就是说有较大的机会 这场赛事会出现快步速 那我们说步速是说头那几段 是不是 如果1650米的话 就说头三段 可以间接 也都有很大的机会 令到本身的时间 是正的 所以在你选择码的时候 如果有放头的实力码 是 实力码 是快的头段的时候 那就是说有很大的机会 那个时间是会快的 因此当你选择 同情实力码的时候 你就最好将 那些同情实力码 时间指数是正的码匹 换言之这些码有一个 上街的本身时间 这些码匹作为 你那个 减码的对象 那么当然了 由于谷草有到50米 是有一个 档位的偏差的 太内档 特别有利 其次就是 中档 所以 内档 跟着 中档 的这类同情实力码 就是你所要 后的 对象了 现在这个是说 如果有同情 就是如果有放途实力码 头段是快的话 OK 反过来 如果这场赛事 有放途实力码 但是头段是慢的 或者是没有 放途实力码的话 这场赛事多数 都会出现 偏慢的 捕捉 OK 当一个偏慢的捕捉 出现的时候 就是说 他本身时间的作用 参考力就不是那么大了 哪些参考力大呢 就是 末段的指数了 因为 大家要斗末段了 是不是 所以末段指数强的码 就占有 特别是 排内档 和中档的码匹 好了 我们首先看第八场 第八场 这个就是 实力码表 如果你看放途码 看得很清楚 其实只有1匹 2米不多 是赤码洪峰 这个是放途实力码 如果看这匹码的 头段 看到吗 其实是 很慢 -0.89 记住 这个是在好地上的 指数 好像是正常的 所以它是一个 万步速零 当你看到这个情况下 你的目标 就放在 末段式的加速的码匹上 特别是排内档 其实是中档的码匹 你可以这样做的 这个是内档的 有讲有笑 是不是 中档的两匹 九高为公 天明 合日 这一匹 赤码洪峰 就是排在内档和中档的码匹 其实是这四匹 是懂得 末段 是懂得加速的 如果你是选择到的范围之后呢 你是可以从中选择一匹 胆的 记住 不一定是最高的末段指数 就一定在 OK 因为赤码不是等一加一 反而你要看这匹码是否在上的 这匹码匹 特别是四岁的 质身码 因为这些码是还可以进步的 那我们选择九高为公 排第一造胆的原因就是 它是 一匹四岁码在上的码匹 它是在前仗在四班 什么总绑 是赢了 接着加分 升班 在三班 也都是立刻有表现的 那就是说 这匹码 排这个中档 其实它也有一个非常之不错的 目前加速力 0.47 是上载在三班做出来的 那它在四班 更加做到一个1.23的 很强劲的末段 加速力 透过看这个末段 也是看得很清楚的 所以当这匹码拿来拿胆的时候 其实排中内档的三匹码 就是必拖的了 分别为 天泳合一 有光有笑 以及赤马洪峰 当然啦 如果再稳妥点 拖多几匹的 一些 懂得入Q的质身码 具备强的 第九档那些码 也都可以拖慢的 这些都是质身码 那目标呢 当然是在内道和中档那些码匹上 结果这场的赛事就正直开了 九九围攻 和有光有笑 这两把排中档 没断式加速的码匹 而九九围攻 也都是赢马了 这匹的有光有笑 就是跑第二 是平头第二 是平头第二 所以原本三百多元 就只剩一半 一百八十元 这个 选择这些码的方法 就是看 放头码 是不是 其次就是看 快点慢 然后根据放头码的 快途段 或者慢途段 来决定选择这边 还是选择这边 好了 再看第二场 这场赛事和刚才的结果是一样的 但是 那个环境有点不同 第一 这场是没有近三丈的同情 实力码 只是有他情而已 第二 这场是没有放头的实力码 就是说那个步数可能不会快 就是说 如果这样的情况 你也是在这个位置 去找 就是在他情 去找 无端适得加速的码笔 特别排 内档 和中档 那在这场赛事 有两匹码 一定要先看 就是一档的 适得加速的 金枝大将 另外一匹排四档 都是内档 无端适得加速的 松草 智王 为什么这两匹 首先值得看呢 因为既然是没有 同情的实力码 近三丈的 那你就要在这里 找到有没有他情的实力码 才能加速的 没断 而且这些码 亦都是同情的实力码 就是起码的要求 在上季至今 在同班 懂得跑第一 或者跑第二的码笔 那这些资料 其实就是下一栏 就列得非常清楚了 这些就是 这里没有的 但是由上季至今 在同情 懂得入球的码笔 那你就看到很清楚 松草之王 和金枝大将 正正在这里 那我们选择 松草之王做胆 是因为它是一匹 较年轻的 还是正在上的 马匹 OK 那就是说 在这场赛事 这两匹马 必须 所以一定要坚固 当然金枝大将是七岁 所以我们将它排在后的位置 好了 下一步 下一步找什么呢 下一步你还要去找 在指数那里 上三象 就选草地的同情 他情的实力码 就是近情的实力码 包括14165年1800 完了之后 明智就不用理 就在这里选 没断正指数的马匹 当然是排内档和中档 那如果你看 这几匹马 这次大将有了 你就会见到 有游响其成 和龙内鸟 也是一匹在同情 没断适得加速 只不过跑第七 输两个良心位 一匹就是他城 1400龙内鸟 没断适得加速 跑第五输两个良心位 而这两匹马 也是必须休斯 来选择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匹马 在这个位置 有出现 这个是什么位置 就是上季至今 在同情 适得入车的马匹 又响其成 龙内鸟 所以换言之 从草之王 金斯大将龙内鸟 又响其成 其实 如果你是买短的话 这些是可以 优先留意的马匹 因为这类马 全部都是 近将没断适得加速 同时也是 同情的实力分子 因为他们是 懂得入Q的 结果其实正正就是这四匹的马匹 串做Q T 和四龙彩 以后 于这样的情况 如果里面有两匹以上是有分头的 其实你是可以打一个底 即是虎穿先的 如果你不知道 怎样去选择 那个胆 当然了 如果你有胆的话 你再拖几匹 而这些财进 六支 其实也都可以拖慢的 因为这些始终都是 都是四岁的马匹 在他城 懂得加速的 OK 结果这两场赛事 那支六支 那支六支 就跑第五了 其实一拖五 就填命在这里了 这个就是 就是在中程 1400 1650 甚至1800 都可以用这些手法 去选 目标马的 OK 所以说 当你有了这些牌的计算表之后 当你明白 怎样去选择这类马 就是说 透过第一 这个位置 看放头马 第二 看下他们的图片 慢点快 而决定 选择 时间指数的马匹 定为 没断指数的马匹 这样做 你几乎每一个赛日 都可以找出 不少的 有非常大机会 串Q 甚至串T的马匹组合 那当然了 你就可以从中选 有分头的马匹 来拿着 如果你还没有 职业排位计算表 在手 我就建议你 现在 快点按进去 这条片的下面 如要订阅 请去以下 你就可以立刻拥有这个表 记住拥有这个表 你每个赛日的成本 其实 比买一本马保 马保的功能 其实就是 帮你刨马的 但是 职业排位计算表的功能 除了可以帮你刨马之外 它最大的特点 就是可以帮你 即时 找出 哪些是真正的 实力 冷马 以后你投注的时候 就可以围住 这些真正的 实力冷马 来拿着 OK 为什么这么多的职业团队 是运用这个 职业排位计算表 原因正正就是 这个除了是 跑马工具之外 也是 一个非常容易 找出 实力冷马的 工具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 这个职业排位计算表 我就会建议你 现在 啦啦啦 按进去下面 遥订阅 请去以下 记住 当你有了这个表之后 在未来的赛日 用几百元下注 而收过千 数千 甚至过万 各位人士 分分钟 就是你了